这个反面的时候 那我们去自摆 自摆 自摆我们这条 我们先暂定为380次的机台 那我们就要输380次 等于说我们这台机的这个帧数 那向上正常都是向上 因为向上的话 支出来以后 直接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向上的话 如果你要是点向下 它就完全静向过来了 正常我们就 这种画画 就点向上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正常的画画 正常点向上 这个东西地方也不要点 你如果点了 又变成左右静向 如果你点这个地方 你点下就变成上下静向 如果这个地方 你点了也会变成左右静向 所以这个靠右 不要去动它 这个点了向上就OK了 那这个等于说我们基本参数确定了 那我们只需要选择自版 自版一般我们的机台是 识别的是GC5的 GC5 GC5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自GC5的版 自GC5的版就可以了 自GC5的版我们只是保存在U盘 或者保存在哪里 那保存在U盘可以靠到机台里面去 对 那我们就今天是保存在桌面吧 那桌面我们就随便写一个这个 以着它的名称能力名 那这个文件名 看你们自己吧 文件名自己来编辑 那我们就暂时是以这个上面这个名称 OK 那我们保存 保存这个时候呢 它应该在桌面上了 这个 那我们可以读取回来看一下 有个用GC5去读GC5的版 有GC5的版 那个我们在桌面去找一下 桌面应该是这个 这个嘛 我们读回来嘛 读回来你会发现 全部变得黑白了 是吧 它这个时候不会分颜色了 它全部变得黑白了 然后它的起步点 你看380 因为我们设置的是380的针 它是从靠 这边全部空掉的 这边全部空掉的 是 这边全部空掉的 是 所以等于说我们最终我们的机台空的是 最左边的那些 所以它这个它一定要 我们不是点的是靠右吗 对 所以它就靠右开始支 那你这样等于是 读弯的版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它机台只识别了什么 只识别了黑白 那文件保存完之后 读版都打开都是这样子 那你的原图要保存起来 比如说我们一般会保存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基础图 第二个图是合成图 我们一般会保存 怎么保存 那你跟那个保存是一个道理的 就是用文件保存 那个是字版 用文件保存 对 你保存在哪里 如何编辑文件名 你怎么样去记录 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要 要把这个基础图 首先会要有基础图 还有点令存 那你这次的桌面 比如说这个什么 SOM好了 SOM1 然后这个我一般 我会成为中文的原图 那你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原图 我一般会这样成 原图 就等它的基础图 原图就是自己做图的时候 对 就做成了原图 那我会把这个图 会成成什么 成成那个 我会成成那个OK图 或者说一铺板 一般我会成成OK 就是我就知道 这个东西已经好了 我就会成成OK图 就这样 你这样保存一下 再做上就有了 你打开 这个都能看得到 是 它这个是原图 对 但这个有有有有 有这个 嗯 看得到这个 一盒一盒的 OK 它保存现在的 它的格式全部是 那个 BMP BMP BMP格式 我们这个 识别的是BMP格式的图片 那就是说 这一个图 就是基本的流程 就是这样的 OK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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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